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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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脹持續 再加上美國七月議息 令市場微慢著經濟衰退的疑慮 不過6月份的經濟數據 美國就業市場做好 增加了超過37萬份工作職位 而本國同期流失了近4萬份 但失業率亦跌至新低 雖然市場仍然憂慮經濟衰退 但勞動市場依然強勁 美股方面今個星期普遍是升市 而這樣是否代表著市場對經濟的憂慮 可以暫時釋除呢 今晚的財經一周 我們請來專家和我們分析一下 由於獨立日假期關係 今個星期美國股市只有四日市 而星期二開市早盤撒低 但五盤反彈 是今年來諸多盤中反轉的實例之一 而總結過去一星期股市稍為上升 財經分析師宋浩輝表示 美股今年初跌市太大 所以市場一直醞釀機會反彈 表現會較反覆 形容是牛熊角力 而今個星期最鼓勵的消息 就是今日公佈的非農業就業數據 維持低收入率只有3.6% 這個3.6% 真的在40年來最低了 另外新增的就業數目 是達到37萬2 而原本的估計只有25萬左右 現在出了這麼多 即是美國經濟復甦和增長非常好 不過目前美國通脹仍然高期 預計聯儲局會繼續加息 在美國來說 估計在利益上升會加0.75% 但由於擔憂這個加息 由於經濟失業率又這麼低 即是政府在加息方面 會更加多力 所以這對股市 特別是科技公司 影響比較大 宋浩輝又表示 利率上升開始影響到科技公司 未來可能會出現拼購 而由於市場已經預計加息 所以沒有太大反應 今日較大反應的是 10年美國債券回報率 10年的美國債券 是上升了一些 去回3.09% 3.09% 就是升了一些 即是說 意味著 未來美國的加息 將會是 大約是0.75% 即是大約是0.75% 也挺符合市場的預期 整體來說 宋浩輝相信經濟衰退機會較低 而今個星期發生的大事 還有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被刺殺 但事件對市場未有太大影響 只是影響到日本股市 是跌了一些 最後還是升市了少少 而日元是有些上升 整體來說 是沒有什麼對市場影響大 而隨著守候亞洲逐漸開放 經濟會一直回升 不過推高通脹的主因 是跟原油有關 這一個原油來講 其實你見得到 因為有經濟衰退的擔憂 所以這個影響到油價開始回落一點 這也是影響到 特別是OPEC 即是中東那方面 能夠增加生產 所以油價下降一點 是有助旅遊業 好了今晚的《財經一週》就講到這裡